TV採訪團隊已經來到杜拜 我們現在在杜拜市區外 大概30 40公里外的 全中東最大的太陽能源區 阿爾馬克圖姆太陽能源區 這裡整共佔地是 已經超過了4000英畝 相當於台灣的嘉義市 甚至比嘉義市更大的面積 而且總裝置容量 已經超過了2800兆瓦 相當於台灣的兩座核三廠 這麼多裝置容量 其實雖然阿聯酋是 全世界第六大的石油出口大國 但是他們有得天獨厚 發展太陽能的優勢 包括因為他們有非常大的沙漠 可以裝置這些太陽能板 而且他們全年的日照時數 是達到300天以上 這些都是發展綠能的 有利的優勢 他們也利用這個優勢 要好好來顛覆他們 是石油出口大國的 這些刻板印象 而今天在聯合國氣候大會上 也是要討論能源問題 今天也是元首跟部長級的會議 討論的當然就是 要不要太除石化燃料的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要不要太除這個問題 在各國之間是引起非常大的爭論 包括像是聯合國的秘書長古特瑞斯 他在昨天就有一點說 全球各國應該要準備好面臨 沒有化石燃料的未來 然而在市的氣候峰會的主席賈比爾 也就是阿拉伯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他們國家石油公司的主席 他認為說 其實還是可以繼續使用化石燃料 也因此雙方之間是有非常大的 這個觀念上的鴻溝 到底要不要太除 是全面太除還是逐步太除 也是接下來談判桌上要討論的重點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活動 就是商業跟慈善論壇 全世界各地的重要的企業主大老闆 都會齊聚一堂 其中就包括了前微軟的總裁 比爾蓋茲 他其實昨天在峰會上就已經認為說 他其實是有信心 峰會是有樂觀能夠達到目標 而且我們應該不至於會面臨 最嚴重的氣候危機 但是後來他在接受美國媒體 CNBC專訪的時候就說 我們雖然不至於面對 升溫設施四度C 這麼恐怖的局面 但是還是有可能設施超過兩度C 除非我們現在就要選定一些 看起來非常有希望的一些 減碳的這些科技或是產業 要全力的大力發展擴大規模 接下來如果氣候大會上有任何新消息呢 TVBS採訪團隊許代宣跟花正森 會繼續在杜拜為您持續掌握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